今天我们来聊聊 为什么人到了中老年 身上会出现一种特殊的气味科期 也就是俗称的老人味 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 即使每天洗澡 衣服也换得勤 但家中长辈身上 依然飘出一股奇怪的味道 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而且99%的长者 自己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难道老人味 真的是因为不爱干净吗 还是人老了就注定会有这种味道 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 老人味的神秘起源 并听听一位有30年经验的 资深医师分享 如何透过饮食和生活习惯 彻底消除这老人的气味 首先我们要强调 老人味是真实存在的科学现象 不是错觉或偏见 在日本 人们对这种随年龄增长而来的体味 特别重视 甚至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家铃臭 意思就是年纪增加的气味 调查显示 将近四成的日本民众 觉得各种体味中 最令人困扰的就是家铃臭 不仅亚洲 在西方也有所谓的老人气味 或养老院味道 可见不分国界 许多人都注意到老人味的存在 而且对它近而远之 所以我们绝对有必要了解它的成因 并找到对策 那么老人味究竟从何而来 其实科学家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皮肤科学的期刊上 命名了这个元凶分子 二 人吸全 科学家确认 这种二人吸全的含量 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特别是40岁以后 在人体上开始明显累积 换言之 许多中老年人身上 那股特殊的老人味 很大程度上 就是这种化学物质在作祟 二 人吸全是怎么产生的呢 答案藏在我们皮肤的油脂里 年轻人的皮肤也会分泌皮脂 但其中的脂肪酸 经过正常代谢 不会发出怪味 然而 中年以后 身体的新陈代谢 和抗氧化能力逐渐下降 皮肤表面有一种被称为 奥米加7脂肪酸的物质 开始发生氧化反应 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 想象成铁钉生锈或食用油 放九遍哈喽的过程 原本无臭无味的脂肪 一旦氧化分解 就产生了带有气味的副产物 而二 人 锡 全正是其中之一 纯粹的棕铝油酸 本身没有气味 但当它被氧化后 会散发出类似蜡烛 起湿 甚至泛黄旧树叶的味道 试想 当我们皮肤上的油脂 年复一年的被氧化 每天都微微散发出 这样的味道 时间一长 老人味自然就积累出来了 有趣的是 知生糖的研究发现 这种带老人味的成分 在男性身上更加明显 为什么男人特别容易有老人味 原因之一是荷尔蒙差异 雄性激素 也就是男性荷尔蒙 会刺激皮脂腺更加发达 分泌更多油脂 同时 男性体内的抗氧化防御相对弱一些 相反地 女性的雌激素 具有一定抑制脂肪酸氧化的作用 让皮脂比较不容易产生臭味 所以一般而言 同龄的女性比男性更不容易有老人味 当然这不代表女性完全没有风险 女性一旦步入更年期后 雌激素下降 抗氧化保护减弱 有些人身上也可能出现轻微的老人味 只是普遍而言 还是没有男性那么明显 此外 抽烟也是让老人味 雪上加霜的重要因素 吸烟者体内产生更多自由基 加速脂肪氧化 所以往往比不吸烟者释放出更浓烈的体味 一位长期吸烟的中年男士 可能在50岁时身上的气味就像别人60多岁一般强烈 这就是吸烟令身体过早氧化的结果 理解了这些 我们再回头想想 难怪有些长辈 明明每天洗澡 还是难以摆脱那股味道 因为问题根源 不只是卫生表面的污垢 而是来自体内的化学变化 每天清洁皮肤 固然能暂时洗掉表面的皮脂和汗水 但洗完之后 皮脂线仍在持续工作 新分泌的皮脂又会开始被氧化 不出几小时 又有新的二 人稀全生成 此外 如果洗澡时 没有特别清洁某些关键部位 残留在那里的老肺皮脂 照样会散发异味 老人胃常常集中在皮脂线分布多的地方 例如头皮 耳后 脖子 胸前和背部等部位 如果这些地方没有清洗干净 二 人稀全就会附着在毛孔和皮肤表面 源源不绝地散出气味 况且 老人胃还会沾染到衣物和环境中 毛衣的领口 枕头的布套 甚至椅子的靠背 长期接触皮肤后 都可能沾上二人稀全的气息 即使人洗干净了 如果穿回没洗干净的衣服 躺在有残留气味的沙发 味道又卷土重来 所以光每天淋浴冲水 但没有针对性的深度清洁和更换衣物环境 老人为人可能如影随形 更麻烦的是 许多长者自己闻不出这股味道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鼻子不好用了 而是因为嗅觉适应的缘故 当我们长时间处在一种气味的环境中 嗅觉细胞会逐渐习惯那个味道 导致自己闻不太出来 就像进入一间有香水味的房间 一开始很明显 但待久了就不觉得了 同样地 长辈们日复一日 跟自己的体味相处 早已习以为常 反而是旁人一接近就能敏感察觉 这也是为什么 99%的长者 不知道真正原因 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身上的味道有变化 对长者而言 这实在挺委屈的 他们并非不讲卫生 但外人却可能因此 对他们产生负面印象 影响社交与家人相处的信心 幸运的是 老人味虽然令人尴尬 却不是什么无法改变的宿命 既然我们找到了元凶二 人吸权和其产生机制 我们就有方法来对付它 台湾胸腔科权威 黄轩医师指出 想要减少甚至彻底消除老人味 关键在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调整饮食 从内而外地改变身体的化学环境 只要每天花一点时间 按照他的建议去做 几周下来就能明显感受到 那股脑人味道的减轻 甚至消失 首先是卫生清洁方面 每天洗澡是基本 但洗澡的方法可以更讲究一些 黄医师提醒 沐浴时最好先用温热水浸泡几分钟 如果有浴缸 可以泡澡更佳 让毛孔张开 皮脂软化 日本皮肤科医师窟 江一鸣也建议类似的做法 泡热水澡有助于把平时藏在毛孔里的皮脂污垢带出表面 接着 在容易累积皮脂的部位 如前面提到的头皮 耳后 颈部 背部 腋下等 可以使用具有清洁和消臭效果的沐浴乳 或香皂仔细清洗 洗的时候别偷懒 手搓还不够 可以利用柔软的沐浴精或海绵轻轻刷洗皮肤 帮助去除老肺角质和顽固的皮脂膜 尤其是耳朵后面 脖子两侧 这些平时容易忽略的地方 更要仔细清洁到位 头发和头皮每天也要清洗 因为头皮的油脂氧化也会产生类似气味 别让头发成了长臭的角落 等全身清洁干净后 再用温水充分冲洗 确保泡沫含污垢彻底被带走 花个三五分钟加强这些步骤 就能大大减少皮肤表面残留的氧化皮脂 日本市面上甚至有添加了 柿子萃取物的特殊香皂 据称可以分解掉将近九成以上的 二人膝泉 就是针对老人味设计的 如果没有这类特殊产品 其实一般含绿茶 竹炭或抗菌成分的清洁用品 也都有帮助 重点是 不论用什么清洁剂 每天都要确实的把关键部位洗干净 除了清洁皮肤之外 衣物和环境的清洁同样重要 黄医师特别提醒 贴身衣物一定要勤换洗 每天更换干净的内衣 内裤和袜子 睡觉前也最好换上干爽的睡衣 白天穿过的衣服 不要连着好几天反复穿 因为衣物纤维会吸附皮脂和汗水 成为二人膝泉的温床 清洗衣物时 可以使用抗菌除臭的洗衣液 或是在洗涤时加一点白醋 小苏打等天然除味剂 帮助去除残留的异味 晒衣服时 尽量在太阳下暴晒 或在通风处晾干 紫外线和新鲜空气 都有助于挥发和分解异味分子 床单 枕套 背套这些与身体长时间接触的织物 也要定期清洗 更换 别忘了沙发椅套 汽车座椅这类平时容易忽略的地方 如果长者经常使用 也应该时不时清洁或喷洒织物除味剂 保持居家环境的清新也很关键 每天适当开窗通风 让空气流通 把机具的气味带出去 如果条件许可 可以使用空气清净机 除湿机等保持空气干爽无异味 穿着方面 建议选择透气的衣物材质 例如纯棉 麻料等自然纤维 比化线衣物更能吸汗透气 不易闷出味道 总之 打造一个干净透气的个人环境 可以有效防止老人味的滋生和停留 谈完了外在清洁 我们再来看看内在条理 俗话说 由内而外嘛 要减轻体位 也要从身体内部下功夫 这就跟饮食习惯息相关 黄轩医师指出 随着年龄增长 新陈代谢变慢 如果平日饮食不注意 体内累积的氧化压力会更高 老人味也会更重 相反地 健康清淡的饮食 可以减少体内氧化作用 让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比较清爽 具体来说 第一 多吃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 例如 各种新鲜蔬菜水果 它们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E 多酚 胡萝卜素等抗氧化营养 可以中和自由基 减轻脂肪酸氧化 绿色蔬菜 水果 莓果 莓果 坚果 全骨类 都是很好的选择 有人戏称 多吃蔬果 能让人自带清香 虽有些夸张 但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体味 第二 适度增加发酵食品的摄取 像优烙乳 优格 酸奶 味噌 泡菜等发酵食物 含有一生菌和特殊酵素 能调节肠道菌香 减少肠道内产生臭味气体的机会 我们的体味不仅来自皮肤 某些体内产生的代谢废物 也会透过汗液或呼吸排出 如果肠胃消化不良 坏菌过多 产生过多氨类 硫化物等臭气 就可能加重汗臭和口气 因此 保持肠道健康 有助于从源头减少异味 第三 充足的水分不可少 每天应该饮用足够的白开水 因为水分能帮助代谢废物排出体外 避免毒素累积 一个水分充足的人 汗液含尿液都比较不浓稠 气味也会淡一些 反之 如果总是喝水不足 身体肺物浓缩 排出的味道就刺鼻 除了水 经常喝茶也是不错的习惯 绿茶 乌龙茶中含有多酚和茶素 不仅抗氧化 还能减少口腔异味 是对抗体味的好帮手 当然 饮食中还有几样东西要适量避免 首先是油腻厚重的高脂肪食物 以及过甜的精致糖分 高油高糖的饮食容易导致肥胖 也在体内产生更多氧化压力 长期下来可能让体味变酌 简单来说 吃太多炸鸡 薯条 蛋糕 不仅对健康不好 也可能让你味道重一些 再来是辛辣刺激的食物 例如大蒜 洋葱 辣椒 咖哩等 这些食物的挥发性成分 会随着汗腺 皮脂腺排出 让汗味更刺鼻 虽然适量吃辣对健康有益 但如果发现自己吃了重口味食物后 第二天体味特别明显 那平常就要稍微节制 还有酒精和咖啡因 也需要节制 过量的酒精 不但会使人冒汗 造成酒味经由皮肤散发 还会影响肝脏代谢 加重体内毒素负担 咖啡浓茶等咖啡因饮品则可能让人体轻微脱水 减少唾液分泌 导致口气变差 汗液浓缩 所以饮酒适量 咖啡因适度 也是留住清新体味的要点 除了清洁和饮食 还有一些生活细节也能帮上忙 戒烟就不用多说了 前面提到抽烟会加剧体味 为了健康与清爽 都应该及早戒除 保持运动则是一把双刃剑 规律运动能促进新陈代谢 增强循环 长期看有助于减少体内废物堆积 但是运动后 如果汗水没有清洗干净 反而会滋生细菌产生汗臭 所以建议中老年朋友 可以每天做适度的有氧运动 帮助排汗排毒 但运动完一定要马上洗澡换衣 充足睡眠和减压也不容忽视 睡眠不好压力大的时候 身体容易出现荷尔蒙失调和代谢异常 有些研究指出压力大时排出的汗液气味会更浓烈难闻 所以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愉快的心情 不仅让您精神状态佳 可能也间接有助于体味清新 最后善用现代辅助产品也是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除了刚才提到的除臭香皂 您也可以使用适合自己的止汗剂或体香喷雾 在容易出汗的部位喷一点 止汗剂通常含有抗菌或抑制汗腺分泌的成分 可以减少汗液和细菌作用 自然也就降低异味产生 不过要注意 选择清淡无刺激的产品 以免皮肤过敏 另外随身携带一包湿纸巾或小毛巾也很实用 在外出或活动后 如果觉得自己出了汗 不妨到洗手间用湿纸巾擦一擦脖子 腋下等部位 简单清理一下 能防止汗水和油脂在皮肤上停留太久 总而言之 老人味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天敌 它的产生有明确的生理原因 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减轻甚至消除它 我们的长辈们或许不知道 恶人吸全这号隐形杀手 但现在我们了解了它 就能帮助家中的爸爸妈妈 阿公阿摩一起对抗这股恼人的味道 记住 勤洗澡 勤换衣 保持环境通风 清洁 饮食均衡 多蔬果 适量发酵食品 多喝水 远离烟酒刺激 别看这些都是平平无奇的生活细节 坚持下来却能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 很多人反映 只要持续几周改善习惯 原本难闻的体味真的会变淡 有的甚至完全闻不出了 想象一下 当长者散发出的不再是令人皱眉的气味 而只是淡淡的肥皂香 衣物的清新喂食 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将从拾多少自信 家人相处时也更加舒服融洽 这对长者的心理健康与生活品质都有很大的帮助 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 却不一定要留下气味 年纪增加不应该等同于气味增强 透过科学的方法 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即使满头白发 依然气味清新 与其担心被贴上老人味重的标签 不如现在就开始采取行动 从今天起养成上述好习惯 让我们陪长辈一起迎接一个没有老人味的 自在人生 毕竟真正值得被记住的 应该是长者的智慧和笑容 而不是那一丝不愉快的气味 现在就行动吧 让我们和家中长辈都能清爽的 充满自信的享受每一天